大家好 欢迎再次光临 邓哥喊地产 不知不觉之间 我们的2021年已经过去了一半 我今天的话题主要给大家来总结一下 在过去的6个月当中 多么多市场的一些发展和变化 后面的话我也会谈及对未来 也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市场的一些展望和预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地产局刚刚公布的6月份的一个数据 我们从数据开始入手 6月份的成交量11106套 那么相对于去年是增长了28.5% 但是这个数据相对于刚刚过去的5月份 是降低了7% 除了销售量之外 但经常关注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库存量 我们看一下库存量的数据 库存量的目前是11297套 那么这个数据相对于去年是降低了15.3% 那么这个降幅还是蛮大的 但是相对于刚刚过去的5月份 库存量依然是降低了8%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库存和数据分别是降低了8%和7%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价格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么受到季节性的影响 我们的价格 较去年同期上涨了17% 但是较上个月下降了1.7% 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些数据 我们会发现在break it down之后 有一个区域的价格涨得还是蛮坏的 是哪里 是downtown condo 原因是什么 首先房租的变化 最低的时候 那么租金相对于疫情前是降低了15% 点多 那么现在已经恢复到了一半 那么笨的认为在一个月之后 也就是在7月底8月中旬左右的时候 那么租金有可能会接近于疫情前的一个数据 那么由于租金提高 那么直接会导致这种出租的回报率有所提高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拉升价格 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疫情现在逐渐的散去 目前我们多伦多每天的感染量在100多人200人的样子 那么9月份 据BEN所了解 那么几所大学学生也会开始线下的教学 那么很多大的公司企业 特别是一线的员工 比如说那些在银行里面工作的 比如说不是IT类的员工 不是快捷的员工 很多都已经回来上班了 被要求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么Downtown的需求的增加 也就是一个难免的事情 所以BEN预测 首先来谈Downtown 就是我认为在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的时候 首先租金会慢慢的回升 那么在8月底的时候 那么租金会达到或者至少是接近 去年疫情前最高点 那么价格的话 BEN认为也会在相当的程度上有所恢复 所以Downtown是一个比较值得期待的地方 那么除了Downtown之外的话 我们另外会发现有几个区域的 它的仍然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地理 比如说像西区的Burlington 像西区的Mitsaga 包括像Oakville都会涨得比较快 在我们市区这一边 华人比较关心的区域里 释迦堡相对会强一些 比较弱一些的是北约克 北约克的弱这个问题 我在之前的公众号 包括之前的视频当中我也提过很多次 那么北约克的这种弱势 会继续的持续一段时间 我指的弱 主要指的是独立屋这一块 当然北约克的Condon还是很强的 我们现在来谈一下 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市场会如何去走 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仍然从数据入手 我们看一下这张表格 这张表格是地产局的一个数据 这个表格画出了从2009年到现在 那么每个月的一个均价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不是一路向上 但是整体的数据是在经历了一个波动之后 缓缓的向上去涨的 每个月和每个月之间涨的都不多 但是放到了一起的话 我们会发现涨幅是相当的大 这是比例数 大家能够看得很清楚 如果你觉得不够直观 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一张表格 这张表格是过去15年 这个图形是过去15年的话 一个价格变化的走势 这张是我们的House 这边是我们的Condon 我们会发现总体上而言的话 我们的House的涨幅会大于我们的Condon 但是如果从数据的平滑性上我们看的话 Condon似乎更平滑 更加稳定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在我们疫情这段时间 Condon受到比较大的打击之外 总体上而言的话是非常稳定的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刚需 尤其是在目前的租售比 在目前的收入和我们的房价比 变得越来越难买房子的时候 在我们的可负担性变得越来越差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中低价房 刚需房会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所以关注这些房子通常的话 会达到一个更好的投资回报比 我们看一下C01的Condon C01就是我们Downtown这片区域 我们看从过去的情况来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在2008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 我们看一下走势图 那么它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 比较慢的一个增长阶段 在2015到2020年这个阶段 我们会发现C01的Condon 涨幅开始变大 2020年之后 因为疫情的原因的话 它有所滞胀 那么这个时候卖的变得比较难了 价格现在有些困难 那么在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下跌之后 开始慢慢的回升 如果我们把疫情这个数据放在之外 我们去考虑的话 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约克区的独立屋 约克区是哪里 约克区就是包括了像万锦 约克区包含了像king Aurora Newmarket 整个这一片区域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 仍然是看它最近这10多年的 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独立屋仍然是这样的 就是从2008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 涨幅相对是比较温和的 那么2015年到2020年的时候 涨幅变得快了一点 而2020年之后 显然进入了一个加速阶段 我们看这个曲线的话 如果是和另外一个曲线 我们对比一下 我们会发现有一点异曲同工的味道 那么这个曲线是什么 我们看这张图 这个图是我们资本市场的货币发行量 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 在过去十多年当中 2015年之前 那么货币的发行量相对是比较温和的 那么当然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 发行量的增长量会更低一些 但是15年之后 货币发行的增长量显然增大了 到了2020年之前 平均的年货币发行量的增幅 大概是在7%左右 这是加拿大 但是在2020年到2021年的一年当中 我们的货币发行量增长了多少 增长了15% 这就是为什么Ben在2020年之后 看到了预算之后 就建议大家把钱投入资本市场 去买股票 去买房子的原因 我相信如果你真听了我的话 当时去满仓股票 满仓房产的话 现在已经赚到了 所以从相当意义上来讲的话 决定一个房价的其实并不仅仅是 它的人口 也不仅仅是它的一个金融政策 在相当程度上和它的货币发行量是相关的 因为我们在整体的生产资料 整体的设计资源不变的情况之下 如果发行的货币量增加了 那么单位产品的价格一定是上涨的 这就是我对未来一个简单的预测 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 支持我 关注我的奔合海地产 我也会在发现风险的时候及时提醒你 谢谢大家 欢迎再次光临 拜拜 拜拜